6月24日 由美国联合总商会 及美国全球艺术品拍卖公司 联合举办的 美国首届中华藏品寻宝剑宝大赛 在洛杉矶举行 这个活动举办的目的是活跃 我们洛杉矶海外华人华侨的生活 让我们华人华侨的生活 能够做到丰富多彩 与此同时 我们也想念我们习近平主席的 一带一律一路的战略长远战略方针 来做这个中美的文化的经贸的交流 搭建这个平台 也是为了我们传承中国的文化 这次比赛 就是把流落在美国民间 珍贵的中国藏品发掘出来 呈现两百年中美两国交往的历史 从侧面也展现了华人 对美国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主要的话呢 就是让我们洛杉矶的收藏家 在我这个平台里面呢 有个活动的场所 搞一个健保 藏宝 笔宝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的话呢 在这里能藏所一言 交流古董 南加州藏宝人 各自带着自己珍贵的藏品 请来自中国的四位国宝级评委 进行鉴定和点评 活动上 公司总裁史贵贺 向来宾展示他的茅词收藏 这也是7501毛泽东用词 全球巡展的第一站 将在洛杉矶举办 我用了这应该说是半身的心血吧 把它收集起来以后 今天的话呢 拿到这里来为我们广大的陶瓷爱好者 在这里欣赏 提前的话呢 做个整备吧 我大概在今年的10月14号 在我们的尼克松纪念馆 搞一个特大型的毛泽针 为了习总书记的一路一带的 正月方针和尼克松总统 访华45周年这样一个活动 所以今天的话 请大家的话提前欣赏一下 毛泽作为毛泽东本人清点的瓷器 一直披着当代红色官窑的外衣 其神秘色彩 一直被世人津津乐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健保赏宝的同时呢 丰富了我们华人社区的生活 也让我们的华人华侨了解了中国近代史 毛泽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家在欣赏 所以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呢 非常有幸啊 看到这个毛泽 也感谢我们的十种啊 收藏这么多的毛泽来 让我们大家来欣赏 全球新闻 洛杉矶报道